每當我回想起一些旅敗旅戰 最後突破自己極限的攀岩路線 那段石頭下的時光 總是讓我歷歷在目 嘴角總是不由自主的笑著 就讓我娓娓到來 B14 這段刻苦鳴心的主夢之旅 所有的事情只要肯努力 只要不肯放棄 沒有一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B14對我 是一個對夢想的可怕 不屈膜的不樂情 我們下定決心一起挑戰B14 開始找適合的路線 包括位於Bishop Bottom Milk的North Direction 無憂其實已經有相當好的進展 不過Bottom Milk這顆石頭風實在是太大了 連墊子都會被吹飛 於是我們決定去試試Bishop Happy Boulder最難的路線 Goldfish Trombone 就這樣 我們正式開始了這段主夢之旅 美國的感恩節是我第二次Project Goldfish 前半段我的目標是把每個單步動作都釋出來 趕上無憂的進度 後半段無憂會一起加入我 前四天我複製自己爬B13的經驗 一天爬早晚兩個Session 一點一滴的把幾個單步難關解開 幾個難忘的回憶有頭下腳上的Match 掛腳做很需要柔軟度的動作 就這樣我大概趕上了無憂的進度 無憂來了之後我把這幾天的經驗傳授給他 包括找到簡單的後半段Beta 後半段路線有許多勾腳、掛腳、Bicycle 最後這段也成了我們固定的熱身習慣 直接用它來熱身不浪費時間手提 同時增加熟悉度 Project之路漫長 但每當看到自己一點點進步 成就感總是能給我動力 當天晚上我們就看到很大的進展 簡單的動作開始更加流暢 轉換時間開始縮短 更高的理想總是伴隨更多的付出 要爬B14就得自覺 將有一段時間 沒有心思與時間去完成其他路線 其實只要轉換心態 把B14拆解成很多階段性目標 每完成一個小片段 都代表著一步步接近真正的目標 到了第六天 之前各種積累 贏下來了一波小高潮 我成功完成一段很長的片段 右腳 將最難的Clocks都連了進去 倒立 夾腳 轉掛腳 match 柔軟度轉體 一個非常奇妙到現在還沒辦法重複的踢腳 暴力 match knee bar 直到接上熱身路線 無憂也從熱身路線開始 直接爬到頂 包括那個非常大的Dino 精準的去抓非常小的點 這次旅行在身心、體力、手皮 都耗盡之後結束 我們不但完成每一個單步動作 也做到幾個比較長的片段 好嗎? 上面 對 1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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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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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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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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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9 6 困難的點在 這個 Crux 一連串有非常多 非常奇怪 需要特別體感的動作 這整條路線 每一步我們都曾經 調過 所以都需要集中精神 我們最大花練習的時間 相信這些努力 絕不會白費 無憂一如往常的輕鬆接起 一連串最難的動作 一連串最難的動作 太長了 這時我有一段 喪失興趣的低潮 研究進展不是很順利 身體感覺也不是很好 整個旅行 我在無憂不斷錄影比較 直到我修正細微動作之後 很勉強做到一次Crux Crux的困難 很容易讓我自我懷疑 仔細思考了之後 我才發現12月Drew 踢掉了一個小凸起 對我至關重要 找到原因是第一步 之後我發展了新的Beta 繞過了這個圖子 甚至簡化了整個Sequence 就算有許多自我懷疑 純粹的攀岩 也讓我身心都往更健康的方向發展 在低落時 只要能去演場 揮和攀岩 我都能體會到 生命中最純粹的激情 整頓好身心 整頓好身心 我們又在演場有紀律的訓練 這次的旅行 清楚鳴記著我們在演場訓練的種種縮影 也讓我們倆看到完盤前的曙光 一如往常的以後半段熱身 今天我們每個路線都非常順暢 Crux的成功率也大大提高 我們能夠成功做到幾次很有質量的嘗試 互相激勵下 我也跟著無憂的腳步 完成了一次鴻冠Crux的巨大link 也能夠順利重複 Project到某個時間點後 每個動作都非常熟悉 不斷刷新自己最佳表現時 總是能給我自己滿滿的成就感 回首過去 從每一步都掉 到現在每一次嘗試都非常熟悉 這種蛻變是不斷練習的最大獎勵 讚 我們都已經下定決心 要讓這次旅行成為兩個男人 互相扶持見證成長的完美句點 現在每一次嘗試 都彷彿只玩盤的骰子 隨著越來越熟悉的動作 骰子的成功率也越來越高 第一天晚上 我們已經將所有動作複習熟悉 核心的控制也越來越巧妙 動作也越來越高效 第二天黃昏時 我迎來了一次與完盤擦肩而過的機會 一切動作都十分流暢 也不需要太多猶豫 我從頭爬到最後一步大動作 無憂受到激勵 也一路爬到了那個位置掉 全力全力全力 我們都超接近的 我們不知道一切居然來得這麼突然 我們已經看到成功已盡在直起 打算休息一天後一起玩盤 然而 四天過去了 本來玩盤勝卷在握 這個trip瞬間變成只剩下最後三天 我們心裡開始有些急了 我開始懼怕最後一步大動作 但是在最後階段的心態掌控很關鍵 沒有心情波瀾 才能專心處理每個細節 懊惱的是 一天只有三次集會 人聚精會成 三次嘗試後 我們就沒辦法維持高效助理力 一次又一次的與晚盤擦肩而過 那天晚上 我覺得全身充滿力量 但是最後一步 卻是始終跨不過的坎 然後又是一次令人心碎的狡猾 我總共在頂上掉了六次 星星再一次動搖了 這有點瘋狂 我們有點無法理解 我們居然20加還沒有放棄這條線 每一步都非常 有很多非常trick的點 然後只要有一個小小的疏忽 或者稍微不注意的話 就會犯錯 然後就喪失那次機會 你到那邊的時候就開始有那種 馬上就要升級的那種壓力 然後反而會影響那個動作 而且內部本身單獨式的時候 其實也無法做到百分百 你連續五次都能做到 然後第六次的時候 就莫名其妙會掉下來 而且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給自己定一個明天的最後一個期限 如果做不到的話 我應該會回去 就是花大概半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訓練自己 然後讓自己變更強 就是他讓我真的學習到怎麼樣很有耐心的做一件事情 很多事情你只要不要放棄 這能夠做到就只是時間的問題 最後一天的拼搏 我們錯失了絕佳的機會 很是怨探自己 為何沒辦法拿出最強的自己 面對最後一步的挑戰 有時沒法控制的無奈結果 只能學著接手 Come on Come on 這是我們對夢想的執著與平靜 剩下一個人的奮鬥 心情實在非常複雜 就在我手指肌肉 手皮快到極限 身體非常疲憊的時候 迎來了一個轉機 我找到了新的Beta 靜態去抓一個中間比較爛的手點 然後靠著指力上高腳 再直接跳完攀點 就算是吧 現在ほど趕快 屏心肌肉 有等於很高零 損給我 吃好的 也會極限 最爹的 咳嗽 那是咳嗽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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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ome on come on Ell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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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work How do you feel? YES! 31st day! First try First try of the day Thank you David Congrat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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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